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衣着不像是乞丐 模样也算周正 大半平常 就和大街上寻常中年夫妇一样 刚开始 林贝贝没太放在心上 她的餐馆是个小餐馆 主要客户群体是附近大学的学生 又不是什么高档餐厅 也不存在什么闹事的人 再说 小本生意 只有怕得罪客人 哪里会有主动惹事的道理 所以 在林贝贝的想法里 那对中年夫妇即使在门口徘徊恩田 和自己也是没什么关系的 每次看到他们往店里张网 林贝贝只是奇怪 却并没有多想 因为的确太忙 自从加入外卖APP后 店里的生意更好了 她老公终于是厨师 但一个人已经忙不过来 所以有时候林贝贝也会上阵 帮忙打下手 忙得不亦乐乎 小夫妻晚上十点才打烊 一起回附近的家里 每天都感觉自己累成狗 但是有钱赚 即使忙成狗也是开心的 晚上九点四十 接完最后一个订单 林贝贝把网上的店铺标识改为打烊中 准备整理一下前厅 这时 她看见在对面站了一天的中年夫妇往自己店里走过来 林贝贝直起身子 看着他们进门 然后冲着自己跪下来 中年女人未雨先哭 林贝贝的心快速沉了下去 对方还没开口 她就已经猜到他们是谁了 中午送餐的外卖小哥跑进来第一句话就是 姐 门外那两个是你爸妈吗 和你长得好笑 她 这就是遗传 就算二十五年没见 依然有着让人一眼就能看穿的力量 平时林贝贝最喜欢的时光就是晚上十点打赢后的时光 她和老公中意一起慢慢的走回小小的租房 她聊着顾客们奇奇怪怪的要求 中意收些新的菜式和想法 他们来自同一个县城 一起到城里打工 开店 结婚 相亲相爱 互相扶持 有太多可以聊 关于这个开了两年的小餐馆 关于明年宝宝的计划 关于未来 关于彼此 但是今天因为那对中年夫妻 他们沉默了一路 回到家 不知道由头是什么 竟开始争执起来 终于说 那是你亲生父母 现在他们来找你了 要你救你姐 你救不救 林贝贝从开始到现在 回答都是斩钉截铁 关我屁事 不救 林贝贝是捡来的孩子 养父母从小就没瞒着她 但那又怎么样 养父母一直没有孩子 对她势如己出 从不吝死疼爱 哪怕养父十年前去世 养默也咬着牙 把她供养成人 没有推脱 这25年 她和一出生就抛弃她的亲生父母 没有见过面 现在他们的生死 他们孩子的生死 与她合关 你也别这样嘛 你看到今天 他们有多可怜 一直哭 终于说 她是个心肠特别软的人 哭个屁啊 那眼泪你以为是为我流的 不是 那是为他们要死的大女儿流的 他们希望我看到眼泪 就突然认了他们 林贝贝几乎要爆跳 25年了 25年我们没有见过 没有感情 就是陌生人 你要我现在割肝去救一个陌生人 是的 在马路对面等了一天的中年夫妇 是林贝贝的亲生父母 他们守了一天 只有一个目的 大女儿得了肝力化 需要割肝移植 他们夫妇配型都不成功 就想到了这个 早被抛弃的二女儿 找了又找 找上了门 终于想说什么 林贝贝噼里啪啦 不对 陌生人都不如 陌生人我可能会救 他们 想都别想 小贝 终于想说什么 却被一次次打断 小贝 他喊了一句 你冷静一点 我没说要救 你太激动了 林贝贝转头瞪着他 我和你说过 我当初被抛弃的时候出生才一天 重病被丢到了医院门口 如果不是我爸我妈捡我回去 我会死的 我会死的 他满眼的眼泪和恨 终于劝不下去 上前抱住了妻子 爸妈都不在了 林贝贝掉着眼泪 他们才来 太迟了 而且不是因为想我念我 是要我去救他们的女儿 我做不到 我恨不得他们去死 林贝贝咬牙切齿 心里恨恨地笑 终于把他搂在怀里 心疼得很 林贝贝的养父十年前意外去世 前年养母又生病去世 现在家里只剩下一个 腿脚不方便的奶奶还在 对于林贝贝来说 孝顺奶奶是最后的亲戚 这对突然冒出来的亲生父母 她的确爱不起来 终于重重叹了口气 她没有想要妻子牺牲身体健康 拒救一个没有感情的姐姐 那可是大手术 可妻子的激烈反应还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让她心疼无比 那对夫妇连续来了几天 脸哭带求 林贝贝都视而不见 毫不动摇 终于一次次劝他们那段离开 却也无法劝动 每几天 小池街上的邻居们都知道这件事 大家议论纷纷 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林贝贝冷漠 见死不救 有人说去医院检查一下也没什么 也许配行不成功呢 还有人上门劝解林贝贝 说这是救人灵命的大事 好歹该去医院看看 这个世界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管闲事的人 终于火了 把来劝说的人撵了出去 对着哭哭啼啼的那对夫妇说 有当初就有如今 一切都是你们应得的 再来我们就报警 这样的话后 人群中的议论 才慢慢的减少了起来 那对夫妇也不再出现 日子渐渐恢复了平静 马上就要迎来暑假 正是小吃街的淡季 小夫妻这几天商量着 怎么才能让淡季不淡 这条小吃街是以靠大学而生的 每年喊暑假的淡季 是避不开的低潮 大部分商家都习惯了 他们做了两年也习惯了 今年却想能否另辟袭径 毕竟 他们都想多赚点钱 城里的房价这两年眼看着着 没自己的房子怎么安家 小两口正商量着 店里走进来一个大约十六七岁的男孩 男孩斯文秀起 直接走到林贝贝面前 还鞠了个躬 你好 我叫陈玉伯 今年十七岁 林贝贝慢慢直起身子 终于也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陈玉伯 那对中年夫妇的小儿子 也就是林贝贝的亲生弟弟 陈玉伯是个性格有点害羞的男孩 他跌垂着头过了一会儿 才说清楚来的目的 我去做了配型 但是不成功 不然 我想爸爸妈妈 是不会来找你的 他犹豫了一下才说 林贝贝刻薄的话 没有说出口 咽了下去 毕竟此刻面对的 不是那对抛弃他的男女 他没有必要对着一个十七岁的男孩 口出热言 他没说话 终于也不说话 气氛一下子就僵在了那儿 陈玉伯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举措得很 又停了一会儿才抬起头 二姐 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不然我早就来看你了 这句二姐 让林贝贝的脑子里嗡了一下 他看着这个大男孩说不出话来 陈玉伯白白净净的 一看就是那种家庭环境挺不错 在父母长中呵护长大的孩子 对比自己 林贝贝心酸无比 那天 他的亲生父母哭着说 当初想生个男孩 可计划生育只能生两个 老大是个女孩留下了 她一出生就被诊断心肺功能有问题 需要花很多钱之病 本来就是个女孩 家里就生气 你又有病 连钱都凑不及 丢了你 真的是迫不得已 生母哀哀哭着 丢了她之后 生父生母开始慢慢做小本生意 这几十年来倒是越来越好 如今也算小康小富 在丢弃了林贝贝之后的七年 生母才再怀孕 生下了陈玉伯 真的打听过你的 在你小时候 我去打听过你 看你的养父养母把你治好了 对你又好 我们才没回头认 那天 生母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 林贝贝甩甩头 把杂音丢掉 她直接问着眼前 阴阴看着自己的陈玉伯 不敢当 我不是你二姐 没在一起生活过 姐不敢当 看着大男孩脸色 一下子暗淡下去 她直接问 你找我什么事 直说吧 大 大姐 大姐想见你 陈玉伯扫口袋里 掏出一张纸条 递上来 大姐不要你绢干 她只想见你一面 林贝贝接过纸条展开 上面八个字 纸球一箭 别过她球 犹豫了两天 林贝贝和周易 还是去了一趟医院 去看大姐陈玉琴 从病房门口往里看 林贝贝吓了一大跳 她第一眼就看见了 最靠窗 那个病床上的病人 脸色黄得像蜡指 形容枯稿 像骷髅 她完全是下意识地 啊了一声 转身趴在周易肩上 视觉冲击 一下子让她受不了 陈玉伯从后面 走上来走进病房 她听见了那声大姐 林贝贝 连忙抬头转身 才发现刚才 吓着她的那个病人 正是陈玉琴 吓着了 陈玉琴笑着 她的红膜已经发黄 整个人有气无力 这一刻 的确会吓一跳呢 林贝贝傻傻的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根本没想到 陈玉琴会是这样一副状态 她并非没有见过 生命垂危的人 姚母去世之前 她在病床前 照顾了一个多月 可她没想到 这样的冰死姿态 会猝不及防 突然呈现在自己的眼前 不是猝不及防 而是她没有做好准备 看到一个如此年轻 却快死的人 就算陈玉琴和她没有关系 她依然是震惊的 对不起 我刚才 她为刚才进门那一瞬间的事 太道歉 陈玉琴咧嘴笑了一下 这有什么 我天天照镜子 天天都会吓一跳 没什么了 你过来 让姐姐看看你 林贝贝迟疑了一会儿 木然地走过去 陈玉琴伸出手去拉她的手 微笑着 能看到你 真好 林贝贝难难地说不出话来 我知道你 但是我不知道 爸爸妈妈还能找到你 陈玉琴说话速度很慢 陈玉博把床略微摇起来一些 随后走过去 用手掌贴着姐姐的背 把它推起来一点 再在她的背后加了一个保枕头 随后她坐在床边 给大姐轻轻按摩 射浆了的背部 这一系列的动作 这个大男孩都做得行如流水 细致而温柔 林贝贝不禁都看呆了 陈玉琴说话有气无力 以前我问过好几次 爸妈都说找不到了 直到前几天 她和陈玉博俩姐弟 才知道父母去找了林贝贝 在病房里 父母小声争吵 父亲说算了别去了 母亲说不行 还是得去再求救儿园 陈玉琴装睡 听见他们的谈话 得到了地址 拜托弟弟陈玉博先去 爸爸妈妈 他们肯定还会去找你 你别心软 陈玉琴拉着林贝贝的手 别心软 全干不是小事 你还年轻 没生孩子呢 林贝贝和忠义 或多或少都愣住了 来之前 无论纸条怎么写 她都以为陈玉琴 是为了说服 毕竟谁不想活下去 谁会真的想去死呢 只是林贝贝 还是想去见见这个姐姐 她不恨陈玉琴和陈玉博 25年前的事和他们没关 但是也只是不恨而已 要说感情 那是半点都没有的 林贝贝想 我就去看看 当做慈善送点钱吧 然后也别内疚 别多想 她这样想着 然后来了 看着她愣愣的 陈玉琴笑着 遮着她的手 林贝贝抚下身子 陈玉琴 憋着她的耳朵说 我都明白 我不怪任何人 尤其不会怪你 所以 你一定要记住 谁来找你 都不要心软 不要涓肝 陈玉琴发黄的眼睛 认真地盯着林贝贝 一眨不眨 心仿佛为酸梅汤进过 直中鼻子似的难受 林贝贝咬紧了牙 陈玉琴实在身困体发 说了一会儿话就累了 只闭着眼睛要睡过去 林贝贝和周易不好打扰 陈玉博也跟着他们一起出来 坐上公交 去学校赶晚自习 她正在读高二 听说成绩不错 二姐 我走了 男孩有点恋恋不舍地上车 站在车站等车的林贝贝 直翻了 眼前总是晃荡着陈玉琴 蜡黄的脸 她刚才问了一句 陈玉博说 如果不做移植手术 陈玉琴活不过一个月 出来了 终于拉她 她随老公上了车 看着车窗外 医院高楼顶上 那几个硕大的招牌字体 林贝贝心里 有种说不出的难受 后面一周 她又去看过陈玉琴两次 每次都没有待很久 陈玉琴的身体 越来越不好了 她一天中 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林贝贝看到过几次 陈玉博在偷偷掉眼泪 但是他们都没有提 要她捐干的事 她几次去 也没有看到亲生父母 我让他们避开了 陈玉琴笑着说 我知道 你不想看见他们 那就不要看 她虽然病重 说话却依然 有着不可想去的力量 林贝贝后来 听弟弟说 她既在没有生意之前 是一个独当一面的 女强人 就连生父母的小生意 也试试 要这个大女儿拿主意 并且 凡是她决定的事情 几乎没出过错 就是因为这样 大姐二十七岁 都还没有谈恋结婚 她总说不急不急 陈玉博提到 陈玉琴满是感情 相差十岁的年龄差 说陈玉琴是半个母亲 都不为过 听姐说 小时候没有我 他们在老家 经常被人骂 没有儿子 被人养老送中 爸妈比较懦弱 有时候只会叹气 或者俩人之间吵架 也不敢对外说一句话 只有姐姐 敢拿着刀去砍人 也敢端着脏水去泼人 陈玉博笑 所以 姐姐在老家的名声 是很厉害的 一般人不敢举 林卑卑也笑 心里痛了一下 你做了什么 终于跑进小店 举着电话 医生刚给我打电话 说你去做了配型 林卑卑看了自己的一眼手机 原来是没电了 不然医院 不会打给中益电话的 终于有些不愚 怎么不和我商量呢 林卑卑看她的表情 就知道了结果 也成功了 终于不言语 夫妻俩坐着 一起看着外面 我问过医生 对以后怀孕生孩子 没影响 你知道的 大姐已经有点撑不住了 这两天 她一天睡二十个小时 林卑卑有点难过 难过陈玉卑的病情 也难过刚刚到手的姐妹情 很快就要远近 她和陈玉卑很相似 无论是性格还是说话 都有难得的默契 这是天生的吗 她不知道 对那对亲生父母 她始终没有感觉 却在这半个月的相处中 喜欢上了陈玉琴 和陈玉卑这两姐弟 陈玉琴的自强自立 和陈玉卑的懂事细心 都是她喜欢的 终于始终是了解她的 你想清楚了 真的要去捐肝 我还没想清楚 只是想先做个配型 试试看吧 林卑卑说 也许不成功呢 他们就不用 白白在我这儿抱希望 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陈玉卑一直反复强调 叫她不要捐肝 捐了自己也坚决不用 除了第一次见面 她说过之外 这几次见面 她次次都说 并且反复强调 昨天林卑卑去看陈玉卑 无意间碰见了生父母 生父母双目含泪 又要给她下跪 陈玉琴竟然大怒 把茶杯摔到了地上 并且赶走了他们 然后再度和自己提 不要捐肝的事 让林卑卑保证一定听话 这是林卑卑 一直想不明白的一点 这太奇怪了 一般人都是求生 哪里像她那样求死的 试语君故纵吧 知道你心软 终于闷闷地说 林卑卑摇头 你看到她的情况了 谁会拿这么重的病情 来预警故纵呢 小夫妻都没说话 琪琪看着外面的街景 再度陷入沉默 林卑卑来看陈玉琴 她特地跳得清晨来 这样才不耽误自己开店 太早了 病房都还没人起来 病趋近悄悄地 哑去无声 林卑卑清楚地听见里面 陈玉琴微弱地声音在回响 你们太自私了 儿子的身子要紧 女儿的就不要紧吗 如今这样 我不怨任何人 二妹的干 我不要 林卑卑一头雾水 什么意思 生母在哭 我再去求救她 她会心软的 玉博太小 还没成年呢 真割了干给你 妈妈是怕她有什么损伤 门口的林卑卑皱了皱眉 声负支支吾吾开口 爸妈是想救你的 钱都准备好了 只要你妹妹答应就好 你也说起哀求的话 让她心软吧 肠上的陈玉琴冷哼几声 爸 你以为我不知道了 你和玉博都配情成功了 之所以还打妹妹的主意 不过就是因为对她没感情 她的死活还有没有损伤 你们压根就不在乎 我们已经很对不起她了 你们却还要利用她 这样做配当人父母吗 说到后面太激动 陈玉琴直喘气 林卑卑待在了病房门口 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生母满是埋怨的声音传来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 那能一样吗 你爸是我们家的主要劳动力 你弟还没成年 你怎么能和他放一起比 她一个女人 哪有男人身子重要 更何况 我们又不是不给钱 我准备多给她一点钱呢 林卑卑听不下去 转身讨厌似的离开 跌跌撞撞 心神俱伤 她以为那些眼泪和响应中 总有一部分是真的 总有一部分是忏悔和悔过 却不料全是假的 是啊 她太天真 在丢弃她的那一刻 所谓的血浓雨水和骨肉亲情 他们就放弃得比她更彻底 却原来陈玉琴比她看得更清楚 这才是她一直竭力阻止自己的真相 果然第二天 生父母就找来了 忠悔直接把他们拦在门口 昨天晚上 她已经从妻子那里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她的气氛比林妹妹来得更猛烈 来得正好 老子正要找你们 忠悔拿起一米长的大杆面杖 站在门口 敲着一个铁桌子 帮帮响 她今天准备好了 就怕这对夫妇不上门 时间还早 小池街的街坊邻居都才刚开门 听见这巨大的声响都被吸引过来 忠悔用力敲了一下桌子 指着懵圈的生父母就喊 二十年前 他们把出世才艺天的我媳妇丢在医院门口 因为我媳妇生下来病重又是个姑娘 他们想要儿子 所以一丢了了之 生父母想开口说话 忠悔又是一声中敲 铁桌子被敲下去一大块 他们吓得不敢吭气 二十五年后 这对所谓的亲生父母的大女儿 得了肝病要死了 他们就来找我媳妇 要她割肝就解 林辈辈在里面八台 看着忠悔生情并茂的大声说着 百般滋味说不清 我媳妇不肯 你们这些邻居 有的说这个 有的说那个 我们都不说了 忠悔气的把铁桌子一脚踢翻 可是 街坊邻居不知道吧 这对父母 其实父亲和儿子都是配性成功的 不救 骗我们说都配性不成功 指望我媳妇 是因为我媳妇心软好欺负 他们没感情 割我媳妇的肝 他们不心疼 呸呸呸 终于跳起来 冲到夫妻俩面前 眼睛瞪得铜铃一样大 里面燃烧着熊熊怒火 四周一片轰然 大伙纷纷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指责起那对夫妻 林贝贝隔着玻璃门看着 无动于衷 也面无表情 生父母解释 却越解释越乱 越解释 马脚越多 最后狼狈不堪 终于把铁桌子摆好 又重重敲了一下 然后指向来路 大喝一声 给我滚 以后别来了 你们家人是死是活 都和我们不相干 林贝贝看着门外闹哄哄的一切 不光放远 和人群之外的陈玉伯 对上了事情 陈玉伯脸上又屈辱又难过 默默走开 她垂下眼睛咬住了唇 从那天之后 孙父母就不见踪影 没有再来 林贝贝偶尔会问自己 如果没有在病房 门口听见那番话 她会不会给陈玉琴绢肝 答案是不知道 她偷偷去配行前 医生告诉过她 绢肝的损伤比较小 正常人只要半个肝 就已经足够用 也不会影响以后的怀孕生子 相对于其他器官来说 绢肝是最安全 损伤最小的 术后也会恢复得最好 医生这样回答 可是最终她也只是问问而已 她不相信医生对她说的话 没有对亲父母说过 只是那对自私的父母 自动选择了忽略 他们毫不犹豫选择牺牲掉她 甚至为了让她心甘情愿 一次次上门言普情信 那样的行为 让林贝贝心寒心冷 大概半年后又迎来了寒假 林贝贝正在收拾店铺 她和忠义准备提前回老家过年 多陪陪双方家长 今年生意不错 比预期的要好 小两口心情很愉快 忠义炒了几个好菜 请周围店铺的邻居们一起吃饭 大伙每年回家前 都会这样互相念经 是聚会也是放松 刚从冰箱里拿出饮料 林贝贝就看到 推门而进的两个人 她放下了手里的东西 那两个人 正是陈玉琴和陈玉伯两姐弟 陈玉琴的脸色 已经不再是蜡黄 虽然还是有些发白 但却是健康的肤色 林贝贝不说话 看着他们走进来 忠义也愣愣地看着 一帮朋友见他们夫妻这样 也都停下了手 店里没人说话 连筷子掉在地上的声音 都能听见 二妹生意兴隆 来年更好 陈玉琴目光沉沉 笑意盈盈 陈玉伯把手里 一篮子水果递上来 二姐 新年好呀 大男孩喜笑颜开 林贝贝转过头 和忠义对视了一眼 小夫妻眼里 都有层紧紧的泪光 林贝贝走上前 和陈玉琴拥抱 陈玉伯也从后面抱出来 三姐弟久久不语 那天终于赶走了 生父母后 看到了一个人 默默走开的陈玉伯 林贝贝想了想 还是偷偷追了上去 陈玉伯顺着小吃铁 一直走 一直走 走到了大学校园里 直到足球场旁才站定 二姐 她转过头 叫了一声林贝贝 林贝贝有点压人 她以为忠义 不会再叫自己了 刚才在店门口的那场撕破脸 她又不是没有看到 陈玉伯叫了她一声后 就一直看着足球场发呆 过了很久 才好像自言自语一样说 我没想到 他们会骗我 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有时候我也觉得很烦 可是 大男孩 沉沉闷闷地哭了一声 可是 那是姐姐呀 林贝贝沉默 听着大男孩从胸腔里 传出的哭泣悲悯 藏着深深的不解 后来 后来 陈玉伯自愿涓肝 在儿子执拗的坚持下 生父也终于后退 也自愿涓肝 医生再度做了更全面的检查后 选择了更年轻 身体更好的陈玉伯 整个手术过程中 林贝贝都没有公开楼面 去医院探望陈玉伯 只是在手术前的深夜 私底下去了一趟医院 还给姐姐梳头 细细的木梳子 穿过陈玉伯的头发 他们就像最普通的姐妹 一样轻声说着话 那天 我看到你了 陈玉伯攥着她的手 紧紧握了一下松开 令贝贝不吭声 她知道陈玉伯看到了自己 在病房门上方的玻璃窗上 她们姐妹有过短暂的事情交流 当时她就明白 那番话是陈玉伯说给自己听的 她一定是从医生那里 知道自己偷偷去培行了 为了阻止自己 她说出了真相 别牺牲自己 看清人心 不要被一时的心忍蒙蔽 陈玉伯笑了一下 如果我明天手术不成功 你就记住这句话就好 林贝贝抱着姐姐重重点了点头 陈玉伯和她牵着手 并肩躺在病床上 病房里的灯全熄了 四周如同平静的大海 沉浸的夜色把她们包围 俩姐妹相依着 向彼此的支撑和依靠 静静睡了过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